所以,HotToy是我认为Colidable 另外,第二件事 不是,讲History,讲Development 讲到类别也讲了 挺好的,不用看高原来 就是价值方面 价值认为这些产品分为两种价值 一种是市场价值,另一种是User Value 即是消费者的价值 用它这样讲,这是我自己讲的 我又不特意去抄一些经济利润 去搬一些条件 市场价值,即是市场卖多少钱 这个呢,和产品的成本 和User Value 是完全脱欧的 基本上是脱欧的,如果Colidable 或者收藏物是脱欧的 我就这样问你一部,一个不关 不要介意,一个 名作画家的画 其实生产成本 即使你找到画家 纯粹计算成本呢 其实都是远低于现在的市场价值 是不是? 即是,现在你叫那些画家翻身,画一封画 他不会问你这个拍卖价 他一定是问你 你可以多少钱请我 我给你钱,我就帮你画 以前全部都是这样的 那些有钱人,贵族那些 就找一些大画家,可以画一些 叫做个人的扫描 个人的画像 那些全部都是 都是这样操作出来的 所以呢,市场价值是不同的 所以呢,Hot toy市场价值呢,是高的 即是,我可以说客观的事实高 不是说他应该高 这个我不知道,我不懂,我不能一个人去说完 所以呢 其实呢,有时候市场价值呢 是看供求的 好了,消费者价值,究竟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 我经常都这么说 你自己去马亚公司 其实很难定义的 你觉得 你觉得 这一盒值多少钱呢? 五百元?五千元? 还是五万元? 其实很难说 那个用户价值是不同的 就是说你觉得是值多少钱 如果我是很喜欢这个演员 或者这个角色 也是会买一只的 我亦都大把钱,但是没有时间 我上网,我随便逼迫就算了 那就很高了 那这个 是Hot toy 产品 这个Hot toy 一个新线来的 Cosbaby 根本就和他做的figure 是两码指示来的 这些就叫做product 这些呢,collectable 是很不同的 所以如果定义到的价值 从市场价值和国外价值去定义 其实Hot toy 都不是一般的产品 我不是一般的产品 不是说他一定很漂亮 我不是替他买这样的 是一些值得收藏 对那个人有特别的意思 因为他有一些 对那套戏的喜欢 很多很多东西令到他 是买不得的 市场价值所以有时候是高低 很难定断 很难定断 不过我这么说 如果有人觉得 uservalue不值的时候 对着Hot toy 就是cap A 买回来 我三千元炒价 应该是炒价 不划算啊 有些人说很划算啊 那你看看 你觉得是否那些钱 被人赚了不划算呢 还是说你很辛苦 捱套餓 买回来 还是说他的成本不划算呢 其实从三方面来说 你永远不找到答案的 找到没有答案 因为其实是 其实不是这么想的 真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的 不好意思啊 就是 都说你给三千元 你能不能做到这盒东西出来 我经常都 去和朋友分享 不是去挑战他 你要多给钱 我们赚啦 不是 但是都说你自己都做不到 那样东西出来 你是不是应该给一个价钱 对方是愿意做的呢 对吧 所以其实通过整个过程里面 很多人需要吃饭的嘛 无论是HOTY公司的人 厂的人 零售商 代理商 甚至是运输的朋友 其实他都需要通过这件事 去赚到一些金钱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 就是 多少钱呢 user value 很难定义 生产的value可以定义 但是商场 value有时 都是 随着时势被逼的 而已 厂为了竞争 会把价格压低 公司为了竞争 也可能把价格压低 我说了这些 其实HOTY的价钱呢 零售价呢 我觉得呢 是 被压低了的 被他自己的内部 政策压低了的 其实真的 其实可以贵一点的 我不是鼓励炒风 或者觉得 你现在买到什么 就是黄恩大石 不是什么意思 但是 我自己也做 其实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 其实是 没什么公司跑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 HOTY的产品 除了质量真的好 外 价钱是公道的 加上 他做的是授权的 所有人都懂的 所以你不能输的 当他卖得 都不是超天价贵的话 其他新入的金融对手 怎么进去呢 我就讲一个例子 以前很流行翻版软件 为什么这么多翻版软件呢 除了政府的法律 或者大家的道德标准 提升了之外 其实有很大的誘因 就是翻版软件 原来很便宜 正版软件 原来很贵 这么大个村崩 在这里 师兄 怎么不攻击你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 HOTY他设定的价格 我觉得是比较 保守 和很偏低的 但是呢 可能是策略来的 令到呢 很多新公司 进去打不到 因为第一 你买新线 要很多钱 大家都要这么多钱 我又没有商与 我的新线 又发展得不好 人员又不够成熟 其实什么都贵的 如果有一个便宜的价格在前面 其实你很难进去的 除非那个市场很肥的 很正的 那你就容易进去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策略 还是说 其实不是的 我想卖便宜一点 亦都可以是这样的 其实没有人知道的 你真的要问 他们的公司里面的决策者 所以这一集 或者继续时间 我不能够说太长 所以暂时很多问题 都认不到你们 那你先去发表 我尝试之后 回答大家 所以呢 在讲的市场价值里面 其实是很难去定的 很难去定的 我就会尝试到 我给2000元 我拿到圈金的东西 我觉得很划 因为我的薪金 可能是当我是200元 那一小时 我可能10个小时 我都做不到 我还要买料 我还要买料 我还要技术 我还要买料 那其实我就觉得很开心 那当然 都是很贵 是真的很贵的 是真的很贵 对很多人来说 对我来说都很贵 那就不买了 没有人发觉 就是不买了 就是没办法的 所以我觉得又不用 就是 大家可以放轻怀抱 就是 就是 也没有人来炒 其实 现在我们发觉 买的先 其实有谁不想 价值是上升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正常 就是买楼 那样 你买了也不是炒的 哪有钱炒的 一般的香港市民 那你也是住的 但是升的 你又觉得 哎呀不正的 入到市 掉了 其实买了 就是这样 其实买玩具也是一样 不是玩具 就是买一个collectable 也是一样 所以HOTOY其实是一种 我定义是一种收藏品 不是产品 是你喜不喜欢 你喜好的东西 你爱好的东西 其实赴汤道货你都会去买 对不对 例如我说九冲啊 排队啊 都会去买 那这个不是 不是普通产品来的 iPhone 是奇怪的 iPhone是产品 但是它也发生了一些炒风 或者排队 那些事情 我又不说了 有供有求 对 所以数量来说 是很少的 你会说 你筷子 不断会叭 不断会做 就算我不是叭同一个筷子 我都会做新的筷子 其实你的供求是永远是平衡的 但是这些产品 这些作品 是不会的 你想想 五年后 Hot Toy 会不会再出回 复仇者4 或者3 Captain America 我告诉你 有几大机会 是不会的 因为它会有 新的拉绳 新的可以做的题材 更多人认识的题材 它会用来 买到更多的钱 它犯不着 它可以花差不多的时间 去做回这些东西 对不对 Fan Bear 另外一件事 但是Reissual 也不会太多 因为它也会抑制了 它的生产线 对不对 它也要为了很多的东西 去公司发展 要跟授权者 即是licenser 迪士尼要朋友 或者那边有压力 或者要求它做一些东西 其实很多原因 都是不会的 所以呢 你会不会讲一讲 iPhone 1 会不会翻出呢 当然不会了 iPhone 1 iPhone 1 是否值得炒 是否值得收藏 如果它是收藏品 就是 但是iPhone 1 不是 但是这个Cap A 就是 这个Cap A 不是iPhone 1 就是它过了市 它就有收藏价值 因为没有人会再做 多数没有人会再做 因为那些公司 或者顶公司 它再做都要做新的东西 所以Hot Toy 或者这种 高端手工的 就是会制造到一个市场 其实是有收藏的意义 我说是意义 不是价值 因为 是不会再出的 对不对 很大 很大机会 那你说 high coin rate 你说很大机会 很大机会 它翻出呢 其实是不会的 多数不会翻出的 所以 这种作品 这种产品 就是这个好处 就是 你今天不买 其实可能不好的 它不会为了需求 特意去做多批 做多款出来 就算做得有新题材 iPhone再出都出11 不是出10 不是出8 不是出6 对不对 所以 但iPhone你不会炒 对不对 你不会炒旧iPhone 对不对 但这些会 Lokia的电话 你不会买回来 你当是古董 但这又不是古董 所以 Hot Toy 这种产品 其实是为 这个社会 制造一种新定义的产品 很有趣的 就是前无古人的 后无来者一定有 一定有人跟 这种新的市场上的消费品 很不同的 它接近collectable 但是呢 它又不是像古董那样 或者名标那么贵 或者是 广泛地受不同人的认知 但其实现在也是 因为通过 復仇者 这些这么厉害的 这么受欢迎 这么广泛 这么多宣传的视频 其实广泛就知道 又说一说 除了数量可以定义到Hot Toy 是什么来之外 第六件事 其实Hot Toy 某程度上 已经等同了 我自己的认为 Marvel的collectable 产品 你有没有留意到 很多Ironman 或者復仇者的产品 但是它也是一些 T-shirt 鎖匙扣 就是另外另外 Hot Toy 也有出这些 类似的产品 但是 我说Figure 没有的 是不是 是不是发觉没有 虽然曾经有这些公司 出过 或者不同比例 但是价钱 和质量 和认识是很不同的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我想在迪士尼 心目中 或者Marvel的心目中 Hot Toy 已经成为了一个partner 就是他帮他 通过他们的作品 就是像标 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平台 就显示到他电影的一些角色 很不同的了 就是 其实 是一个指标来的了 就是Marvel的collectable 其实只有Hot Toy 当然 你说 有些雕像 都是 但是你发觉 只有两三个牌子 不会有太多的 那些 你骗到 可能是杯 筆 那些 通验也是的了 很多公司都能出现 但是Hot Toy 这种产品呢 这类产品呢 我不是只Hot Toy 才能出现 都希望它是 亦希望可以多些参与者 这些小众的品牌 它将会代言了 迪士尼 Marvel Collectable 里面这种 级数的产品 你也不会需要 多数个牌子 同样出一比六 其实也不需要的了 你看看 政策也是的 它全部收窄了 所以呢 其实Hot Toy 是这种东西 其实差不多等同了Marvel 他们的关系 你看到的 很密切的 对吧 和迪士尼很密切 基本上是预用的 一出一比六 一定是他们的 那就是 所以很不同的了 所以市场收藏的价值 又很独特的了 又有了少少不同 好了 最后的点 就是说保值 可不可以保不保值 其实刚才说的六个点 我再数多一次 历史的发展 第二就是 Hot Toy Hot Toy 那个经营的情况 和技术 接着Hot Toy的类型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这些作品 不是Hot Toy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市场价值 消费者的价值 加上它生产的数量 和它的时期 就是说 我当我这次生产八万只 Ironman 也好 八万只 但是八万只完整之后 应该不会是第二个八万的 因为第二个八万 会不会推倒了这些价钱 令到大家觉得 嗯 我不想买了 是不是 但是作为一个 不是低价值的 产品 当日不想买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灾难 对一家公司 对市场也是 对商场也是 对商场也是 不想见到的 所以 一个有智慧 或者一个好复杂的公司 应该都是 正常不会再忍乱反出 那当然 信众要求的那些 明白的 大主角那些 又说不再做了 没有的了 那再出一次 我都完全理解到 所以你有保不保值呢 这些话已经说完了 数量 其实等同了Disney Marvel的东西 collectable Gray的产品 其实 还有哪一家呢 当然 我自己觉得 健康一些 可能是 DC那些 就搭另外一家 或者不知 另外Paramon Universal 我不知道 四大电影公司 是搭不同公司 这是最理想的 如果你搭同一家公司 其实 你会发觉 开台一出都可能 慢慢的 太多了 但是 扩大生产线就可以了 其实是很困难的 我都说了 我不是找到 郭台铭先生 那么厉害的生产之王 不需要做iPhone 就做不了iPhone 加上 这些是很多手作部分 根本就不能够 一时三刻 找到多少人去 帮你生产更多的数量 只能够等 所以发觉 1比6的产品 其实 开始都 硬是 要排队 排队 买 排队出货 排队拿货 就是这样 那么 今晚说到这里了 希望 对一些生日黑暗的师兄 又或者是一些 玩的师兄 或者 比较多 一些不开心的 或者觉得 很多 问好走出来 希望提供到 多一些资讯给大家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是有很多原因的 所以当你明白 这个原因存在的话 其实 你又 你不会盲冲 因为你知道 一定是难买的 即是 我们很吊诡 看拖中产品 其实你又不是完全 买不到 即是你不是完全 要轻家当产买的 即是我可能 捱餓 一吃两餐 吃漢堡包 那我们可以买到 对吧 即是你不跟 劳斯萊斯 劳斯萊斯 每个人都想买 我相信 很多人都想买 但是很多人是买不到的 那你就不会痛苦 但是你现在 这种产品 你又买到的 但是你又要省 但是要通过 很辛苦才买到 或者又不想吃炒价 那就会多了一些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 是这个情况 所以 如果你有看我这集 希望可以帮你理解到这件事 就更加开心 也更加 玩得聪明 即是 即是 我最近 看回 Donald Hing 如果Donald Hing有看 不是拆你鞋 你这个玩法很棒 他就这样 买两三只回来 摆完一轮 搞了一轮 那张时间要买新的 他买新之前 他就会卖了九两只 由于开拖的产品 其实相对 都是有一些市场价值 相对其他产品 好像会跌得很惨 或者会升 那他买出去 可以套回一件 一来有钱 又有位置 那继续玩 其实多聪明呢 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参考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 买卖 炒卖 或者是 轻易放弃你的收藏 但是 这个可能通过 这个方法 你会觉得你会更加开心 或者不介意买个二手 来玩 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后追高追 我又要去美开全新 人家收得这么辛苦 他一定收得你贵的 仓租也要钱 那也很生气 anyway 好了 是时间呢 就跟大家说 拜拜 希望这些冷知识帮到大家 今晚收市都非常高 好 再见 拜拜 说一下吧 讲一下吧 咻 咻 你 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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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